首日尤正仲靜默出庭 51告诉人仅7人出席 司机员尤正仲面无表情地来到宜兰地院 出席普悠玛翻车开庭 面对镜头他选择靜默 神情略显紧张 直到律师出现尤正仲才松开紧皱的眉头 毕竟司机所驾驶的普悠玛 在去年10月翻覆造成重大死伤 心理承受的压力绝非外人所能想象 台铁近30年来最严重的列车事故 事隔将近一年 今天首日开庭 司机员尤正仲不再神隐 三名被告综合调度总所所长吴荣卿 台铁局副总工程师柳灿黄也陆续出现 但51名告诉人仅7人出庭 涉及众多家属及相关人等 这次开庭将为期三天 法院如何量刑 全国瞩目 突发中心依然报道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行跑出来的 支持它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